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祷告的真理能够透亮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单成为一个看见 不单成为一个感动 更成为我们一生祷告的行动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不住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迫切的祷告 赞美的祷告 主要你把这样一个荣耀祷告的恩典 做成在我们没位的同学的生命里面 主啊 或许我们什么都不会 但最少 我们会祷告 祝我们赞美 祂向我们施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刚才一同读了 《路加福音》11章 特别提到 何况天父岂不更张 圣灵给求祂的人吗 那究竟耶稣讲这句话 祂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我们要求圣灵吗 假设这个意思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跟其他的经文 其他的教导 有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得圣灵 我们要求吗 圣灵 看什么圣灵 圣灵还有几种呢 看什么圣灵 OK 比较深入了 圣灵的能力 所以究竟耶稣在节里所讲 求圣灵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 《十字行传》第二章 彼得提到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圣灵 悔改受喜中 逼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当你悔改 当你信主 一定圣灵就什么 我本身刚才提到了 圣灵的立足 是自然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没有说 哎呀 要特别信耶稣 不但是求耶稣进来 还要求圣灵进来 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教导 对不对 只是求耶稣进来 有了耶稣 就有圣灵 悔改信主 逼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以福所说第一章 我们信他 我们就受了什么 圣灵的印记 当我们信他 信了福音 就自然领受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同印记一样 不会磨灭 不会失去 但是 这里耶稣说 我们要跟父求圣灵 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很明显 不是指导圣灵的什么 内住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自然就内住 在我们里面 所以国灵多前书 也应许我们就成为什么 圣灵的什么 点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既然已经有了圣灵了 路加福音十一章 可以看看 十一节 我们还要求圣灵是求什么呢 是指导圣灵的什么 有人说充满 有人说是圣灵的恩赐 但是假如我们看圣经的话 我们发现 圣经 比较多地方提到 我们要什么 被圣灵充满 以赴手术第五章十八节 提到什么 乃要什么 被圣灵充满 这个乃要 原文是什么 是个命令语台 所以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求圣灵充满 不但是说求圣灵的恩赐 我们求那个更大的 更全面的 是圣灵充满 所以 我不晓得大家同学没有收到我一个email 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 因为梁泽 他在德国做我们的远距离的学生 他都写了一个报告 关于圣灵的禁 要追求圣灵的禁 那 有没有看到我回答那个email 那可能有些人 你们的email 不在我们的student group里面 我们现在student group的email 是谁管的 对 学生会那个 可能新同学要加进去 否则的话 我约转的时候把他们都加上 但是都没人用过 所以我们都不用 但是 可能要快一点 把你们新同学的名字 跟丽萍 你们的email address 告诉他 他都加在我们的student group里面 因为我常常 我们学校发布的资料 像安琪也是通过那个student group 安琪发了看到 我们看到安琪说 导道会 什么联合导道会 我们看到了 安琪你是用哪一个 个别的email 所以可能他不是用另外一个group的 哦 那就你们都没收到 可能你们最近一两年的 可能都没有update 所以幸好发现 所以我就回他一个email 我说我们不是要追求圣灵的敬 敬礼的敬 Batism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敬 或者圣灵的喜 好 所以韩记得我们已经 在圣灵神学里面讲到 圣灵的敬 或圣灵的喜 应该是按照 过了人的前书 十二章十三节的定义 因为那边讲到 我们都受圣灵的喜 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圣体 所以圣灵的喜 或圣灵的敬 其实讲的同一件事情 就是圣灵的内住 成为基督的圣体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这是基督奥秘的身体 当你信主的时候 圣灵就把你连接 把你带进 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让你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一个真实存在灵界里面的基督的身体 基督头的永美 就成为我们每个肢体的永美 他的意 就成为我们的意 所以还记得我们在历史上 学讲到 教尔文非常强调 这个union of Christ 与基督联合 若有人在基督里 in Christ if you are in Christ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就得救了 救世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你如何与基督联合 透过你新耶稣 圣灵内住 圣灵就把你连到 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里面 官复到你得救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施洗约翰那么认真说 你们要等候将来哪一位 要用佛跟圣灵给你们施洗 因为才是官复得救的 是得救的一个的洗礼 约翰只是个悔改的洗礼 所以圣灵的 静 Badish of the Holy Spirit 是官复到我们得救 与基督的联合 但是圣灵的血 不等于圣灵充满 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要求圣灵的 特别在路加福音11章 其实 是指导圣灵的充满 所以假如你翻到 使徒行传你可以一直看 究竟我们要追求圣灵的禁 还是圣灵的充满 你假如注意使徒行传的话 其实圣灵的禁 圣灵的洗 这个字 在使徒行传只出现了两次 一开始使徒行传第一章 要跟着十一章 彼得 重塑 各里流 领受圣灵的降临 领受圣灵的洗 只有讲了两次 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讲到圣灵充满 你一直去找 总共有十次 从第二章 讲到五旬节 他们被圣灵充满 跟着第四章 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 放上讲论神的道 一直提到的 都是圣灵充满 但是就不晓得 为什么过去的五旬节 一直讲说 要追求圣灵的禁 很奇怪的事情 但其实他们 所谓的圣灵的禁 其实是圣灵充满 但是在terminology 在这个神学的 名词的使用上面 不准确 我们不是追求圣灵的禁 甚至在这里 路加福音十一章 耶稣鼓励我们 何放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什么 求祂的人 这里要求圣灵 不是求圣灵的泪住 是求圣灵的崇拜 求圣灵的能力 所以你发现 这句话 到了路加福音 最后的时候 耶稣不是提醒 门徒要等候吗 你们不要离开这个城 你们要祷告 要等候 直到你们得着什么 上头来的 提到什么 能力 这个能力 灌付圣灵充满 Dunamis 而且我们也查考过 这个充满这个字 在原文 以赴所说 第五章的充满 来要被圣灵充满 跟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四节所讲的充满 在原文是什么 两个不同的字 很记得吗 以赴所说 第五章那个充满 是一个 Premio的充满 然后再你回去 看原文 希腊文 第二章 第四章 使徒行传 第九章 一直讲那个充满 是另外一个字 Premio的充满 是讲的 安置能力的充满 以赴所说 第五章 那个充满 是从上下文看 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 爱的充满 就是罗马说 第五章 所讲的 这个圣灵 把神的爱 什么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爱的浇灌 爱的充满 美德的充满 好像我们能够 真的是口唱 信而在美主 彼此顺服 不单是妻子要顺服丈夫 假如夫妻都被圣灵充满的话 丈夫也可顺服妻子的 只要是真理 彼此顺服 所以 耶稣在这里提醒的 求圣灵 不是官府内主 是官府充满的问题 所以其实 耶稣在 《独家福音》十一章 对这个祷告 求圣灵的 这个教导 但很可惜 一般的基督 就不重视 这个的教导 说反正我们 信耶稣赢得了圣灵 还求什么 但其实 耶稣在这里 是讲了一个 更大的事情 不但是圣灵的内住 是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充满 好 所以关于 这个十一章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了 是一个 能力的一个保守它 因为仇敌 其实是要 各方面的攻击的 因为它不可能 美得都充满了 它都还没 还没出生 不是 对呀 就好像 还没生下来 这个高 当然我们相信 在母父里面 神就伏逼我们 神在创始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但这个跟 与基督联合 得救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因为甚至 神的能力 在不信主的人身上 也会彰显的 这个是一个 能力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保守 保守 它在母父里面 以前我们 都是充满的意思 都是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 只能够翻到充满 但它原文里面是两个 不同的字 表示两种不同的充满 你从上下文页看到 一种充满是 官府美德 爱 另外一种充满 是官府能力 恩赐的 一个是 品配米的充满 一种是 配肉的充满 在圣灵神学 我们有特别这个讲义 你回去看一看 圣灵神学的讲义 我把两个的字 在什么地方出现的 尽管都列出来了 所以很可惜的 过去这一百多年 所谓的灵恩派也好 福音派也好 都为了这个充满的 自在争 其实 两种都充满 不需要争 一个说充满 就是一种美德的充满 一个说充满 是一种能力恩赐的充满 其实两个都对 两种充满都有 所以是 一体的两面 不同的category 所以一种是生命性的 就好像史蒂凡 在《熟的行传》第七章 提到他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能够为仇敌 祷告像耶稣一样 求主赦免 这些人 也很明显 那边提到那个充满 的确人文呢 是用Payroll的 是用爱的充满 甚至提到 我们翻一下史蒂凡 提到这个 拣选执事 第六章 看到执事的条件吗 要有信心 圣灵充满 对吗 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你去查考这个 圣灵充满 这个字的原文 又是这个 Payroll的充满 是一种美德的充满 而不是说 很有恩赐能力 因为做执事 管理范食 是需要有美德 需要有爱心 不是要你去 一病赶鬼那种 对吗 所以你发现 原文很准确 圣灵末世 就是用Payroll 这种充满 不是品配米 这种充满 可以放胆 讲论神的道 可以去议兵 赶鬼 不是这种恩赐能力 的充满 原文没有圣灵 没有灵 对 原文就是 只有充满 灵 用灵 被圣灵的一种的 管制 爱的充满 美德的充满 接触圣灵的果子 所以实在鼓励我们同学 一定有机会读希腊文 因为很多的真理 你回到原文里面 都很清楚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看 翻译本的圣经 这种 Different Version 都好像看电视 是看什么 黑白的 原文是彩色的 很多的意思 只有在原文里面 看得清楚 甚至英文圣经 也没有办法 英文圣经就是 filled 同一个字 filled 所以 你就get confused 好 那我们 再来看 这个 路加福音 十八章 翻后面一点点 耶稣 对这个 税吏 跟这个 法利塞人的祷告 不同的 这个评语 来教导我们 一个正确的祷告 我们一同 读十八章的 第九节 读到十四节 一同来 耶稣向哪 仗着自己是 义人 两个是别人的 这一个语句说 有两个人 上殿 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水利 法利塞人的站着 自言自语 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要别人 恼处 我可以接你 也不像这个水利 我一个礼拜 禁食两次 满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是 你远远 他带着 连体无望 天也不赞 是谁的师父说 神啊 开恩 可怜 我这个是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以那人 到上为义了 因为凡自告的 必降为卑 自卑的 必胜为高 所以看到 两位 到殿 去祷告 那究竟 这个法律塞人 他的问题 他的错误 在哪里 很多问题 你发现 对不对 第一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错误 自言自语 很好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发现他什么问题 都在高举自己 我 一直提到我 我不向别人勒索 我 一个礼拜 进食两次 我所得的 捐十分之一 所以发现 他在这里 其实在什么 在那边 高举自己 不是在高举神 在那边 sow and tell sow off himself 他的金钱 他的义 他比别人好 那从 这个法律塞人 这种错误 让我们 被提醒 看到一个什么的 我们的一个的危险 你发现 他去店里 祷告 本来是一个最 宗教的 一种的行为 所以那边 祷告 所以那边敬拜 但你发现 在那么美的 那么宝贵的 一个宗教的行为里面 居然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没有实际的 真实的内容 只变成一个的 仪式 甚至 完全变成一个 好像是 表现自己的 一个 自我行为 这个真的 我们就被提醒 对 今天我们 侍奉 我们牧养教会 我们建立教会 会不会 不知不觉 在这样一个 最熟灵的 宗教行为当中 会变成 在高举自己 在那边自我表达 自我实现 真的很多时候 我常常担心 所谓这个 Mega Church的 Concept 因为初代教会 没有所谓 Mega Church的 都是Humble Beginning 小小的在家里面聚会 家庭聚会 这个Mega Church的 Concept是到了 君士坦丁 要正教合一 要容易控制教会 所以他鼓励 帮你们建大教堂 帮你们建大教堂 一同来聚集 而且给你们 很好的组织 他可以在上面 Oversee 所有你们的宗教活动 他都很有安全感 很怕你们 躲在地下 都不知道他干什么 所以 从君士坦丁 鼓励 所谓的Cathedral Model Mega Church Model 很多时候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看到 宗世纪 整个的教王的腐败 这些主教的腐败 因为那么大的一个 宗教的事业 因为那么大的一个 宗教的平台 人不知不觉 会站上去 所有的Spotlight 都打在他的身上 所有的光环 都在他身上 其实你发现 这个法利塞人 他正在做 这样的事情 他本来应该是 去到圣殿 是一个最熟灵 最尽情的 一个宗教的行为 但是不知不觉 会变成 一个自我的高举 所以为什么耶稣 在后面说 至高的 将为什么 将为被 所以 我想耶稣讲这个事情 法利塞人的错误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传道人 也很小心 不知不觉 我们成为 这个法利塞人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就像耶稣 在马太平第七章 不是责备 几些传道人说 他们传道 一边赶鬼 但耶稣说 我什么 我不认识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 真正的在遵循 天父的旨意 他们可能只是在 建立自一个小王国 自己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无论今天我们牧养教会也好 建立教会也好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要非常小心 否则 耶稣如何责备 这个法利塞人 同样的责备我们 都在 那边的自我的表现 要建立 这个好像自己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法利塞人 第一个问题 他在那边自然自愈 不是真正的祷告 那么相反的 你看看这个税吏 他是怎么祷告 特别圣经描写说 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这句话表示什么 跟这个法利塞人 真的完全相反 法利塞人其实 心里面没有神 在那边自然自愈 在那边自我表达 在那边说 and tell 但是这个税吏 他真的是敬畏神 他真的是 心里面知道 主在圣殿中 所以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好像很怕神的 这个手就打下来 惩罚他 他心中真的有神 他真的敬畏神 他真的看到神的同在 什么是敬虔 敬虔 如神在 这是林院长以前常常 很喜欢讲的一句话 什么叫敬虔 敬虔就是好像神 都在我们当中 敬虔 如神在 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外邦 的这些异教 无论是佛教也好 其他这个 回教也好 一看到他们那种敬畏神的心 真的是跪拜 他们真的有敬畏神的心 虽然他们没有办法真的 达到神的面前 没有这个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那种的敬畏的心态 真的是跪拜 真的是敬畏 所以我常常有人笑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这个 真神假拜 但是外邦的异教 是假神正拜 我们真的来到神的天中 真的是在敬拜神吗 还是我们在这里 来的教会只是在那边 交朋友啊 唱唱歌啊 吃个午餐啊 而且还是免费的 我们 师父真的是像这个顺利 看到神的同在 看到神的圣洁 看到神的公义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解释一个真实的境界 所以第一 我们看到 这个顺利 他真的 来祷告 祷告需要带着个敬畏神的心 真的看到神 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神住在我们面前 所以假如我们祷告 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灵力的看见 我们的祷告 其实就像这个法律塞人 在那边啊 做什么 自言自语 没有办法打到神的面前 所以解释 第一个重点 我们看到这个顺利 他真的是敬畏神 因为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 他带着个敬畏的心 连望天都不敢 那第二 你发现他怎么祷告 他说神啊 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那 英文翻译 Have mer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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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e 那么 这个 可怜我 那么 我们在灵修神学二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 在中世纪 有一个prayer movement 有个祷告的运动 就是叫Jesus prayer 你记得吗 耶稣的祷告 向耶稣的祷告 他们就是用了这句话 他们就是反复 一直在灵里面 在心里面 在口里面 送到 耶稣可怜我 Have mercy on me Have mercy on me 变成一种常常不住 祷告的心态 主啊 开恩可怜我 主啊 开恩可怜我 很短的祷告 但是就常常把你 带回神的面前 来不住的祷告 所以 这个祷告 虽然很短 但是 却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开恩可怜我 当你去了解 可怜我跟开恩 你就发现 里面的意义很丰富 什么是叫做 Have mercy 什么叫Grace 我们当中有同学叫Grace 什么叫Grace 什么叫Mercy 特别当一个犯人 来到一个王的面前 王要审判他 要定罪他的时候 这个犯人常常会 呼喊就是 Have mercy on me Mercy 所以Mercy 常常是表达 没有得到 该得到的审判 跟定罪 我是该死的 我真的是犯罪了 但是Have mercy on me 不要让我得到 该得到的审判 定罪 跟灭亡 就叫Mercy 但这个王审判他说 OK I have mercy on you 所以这个审判 定罪就被挪去了 叫做Mercy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该上十字架 接受刑法 我们该下的地狱 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审判 永远的定罪 但是因着神的怜悯 Mercy 这个该临到你的审判 地狱的佛 却没有临到你 反而临到耶稣的身上 耶稣为我们下的阴间三天 在复活 该临到我们身上的审判 定罪 没有临到 没有得到 这叫Mercy 没有得到 该得到的审判定罪 这次叫Mercy 而恩典是 不该得到的 刚才是该得到的 没有得到 现在Grace 不该得到的 永生 福分 恩典 神的同在 不该得到的 我们都得到了 这叫Grace Grace就是要给的 要给你的 你不该得到的 这个是 你不配得到的 但是你却得到了 这叫Grace 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真的是心里面 心被恩赶 口唱心恶的赞美神 我们真的就像这个税吏一样 我们经历到 我们经历到 父神的开恩 父神的怜悯 那个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死 我们该得到的审判 神挪取了 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真的改成神的怜悯 然后当我们想到 神把那个永生的福分 一切的恩赐 一切的美好的事情 加在你的身上 这个叫什么 Grace 我们真的是 主啊 感谢你的恩典 也叫恩典 Grace Gracia 老母说 Gracia 就是Grace 所以你看到 这个税吏 他真的懂得 懂得这么祷告 没有长篇大论 没有像这个法利赛人 在那边 Show off 我们要领受 他开恩 神啊开恩 不但开恩 而且还要可怜 Have mercy on me 所以解释我们 生命两方面的需要 一方面 求神真的怜悯我们 罗取在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的 这种的咒诅 定罪 审判 也是我们该得的 但是不该得的 不配得的恩典 神啊给我 给我 所以 所以 这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祷告 难怪 这样一个税吏的祷告 耶稣讲了这个祷告的比喻 这短短的两句话 成为中世纪 差不多有好几百年 在天主教里面 所用的一个祷告的运动 Jesus prayer Have mercy And grace on me And mercy on me 好 那么关于这个祷告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 再放下去 哇 卢教父母有很多 关于耶稣对祷告的教导 好 应该有吧 耶稣对祷告的教导 已经到了第十二个point 看到吗 耶稣对祷告的教导 point twelve 看到吗 对好 好 我们再翻到后面十九章 十九章 三十八节 好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三十八节跟四十节 一同来 说奉主名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这是谁的话 门徒的话 门徒对主的称颂 那么耶稣在四十节 予以肯定跟教导 我们来读四十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连石头也要什么 歌颂赞美神 假如属主的人 不赞美主的话 所以解释 耶稣对赞美的一个教导 更肯定 我们真的感谢神 过去一节二十三十年 在许多的教会 开始了有这样一个 叫做敬拜赞美的一个运动 过去唱诗歌就是唱诗歌 但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 不是单单只是唱诗歌 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赞美的心 来赞美神 整个敬拜的最高峰 就是什么 就是赞美 为什么赞美是整个敬拜的最高峰 赞美代表的是什么 特别当我们去了解赞美的心态 你就发现 为什么神悦纳 祂指名的赞美 过于代求 感谢 别的的祷告 敬拜的方式 赞美的祷告 赞美的祭 是最蒙神所喜悦的 因为赞美代表什么 想想看你的内心 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 你的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应该是有什么 感恩 还有呢 高举基督 很好 还要讲深一点 敬畏 要把那个feeling 我们学康神 你就说 know your own feeling 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 不懂得我们的感觉 跟神的关系 还有呢 还有个 很多的感觉 你丈夫赞美你的时候 他会心里是想到是什么 爱慕你嘛 哇你真美啊 哇你真可爱哦 哇你的这个眼镜真好看哦 这叫赞美嘛 但今天我们把赞美 两个字都把它空洞了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赞美神 我们都不好意思神啊 你太美了 你的永美 但是你发现大卫 他真的懂得赞美神 他说赞扬神的什么 永美 The beauty of his glory 贾力今天不是带着一个 欣赏赞美 爱慕神的心 也不叫赞美 其实神是要看你的内心 是否带着一个赞美的心 真的爱慕他 欣赏他 哇我们的神太棒了 太勇美了 太伟大了 太可爱了 赞美神 就是爱慕神 真的是看到神的永美 祂的美丽 欣赏你 好让你真的是爱慕神 来赞美祂 来亲近祂 赞扬祂的永美 但是今天大部分基督徒 不懂得什么叫赞美 但是一个真实的赞美 的确是敬拜的一个最高峰 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完全爱的 教官 爱的一个爱慕 一个切目神的一个表达 欣赏神的一个表达 就是赞美 特别我们中国人的街头 我们不太懂得彼此赞美 对夫妻也彼此不懂得赞美 都不好意思说 明明妻子 哇 发了三个小时 把头发弄得很漂亮 回来了 丈夫都好像没看到 其实我讲我自己 所以是不是在那边看到 我今天不一样 对 看到了 看到了 才开始赞美 都是很被动的 很笨的 我们要懂得去赞美 对别人的欣赏 但是我们的文法常常 都是喜欢看缺点的 都很容易看到 同工的缺点 弟兄姊妹的问题 很少去懂得主动 去找一些优点去赞美 但是假如我们不懂得 在平常去赞美彼此的话 我们怎么懂得去赞美神 我们不懂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 特别肯定 祂说连石头那么笨 都捅得开口去赞美 我们这些神的子民 更要懂得去赞美 所以常常 哎呀 我们真的是很木头 包括我们不是石头 也不是木头 我们要懂得 真的去赞美神 去appreciate God 祂的gory 祂的beauty 祂的wonder 所以 解释耶稣 在整个四福音 在节里 唯一教导赞美的祷告 肯定赞美的祷告 好 最后提到 关于这个圣殿的功能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1章 马太福音21章13节 一同来 对他们说 找到吗 一同来 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到时它成为捷卧了 你发现 当时的问题 也常常是 我们今天的问题 当时的问题是什么 把神的圣殿 找到买卖用了 勿用神的教会圣殿 你发现 今天常常很多教会 也是在勿用 教会神的殿 变成是一个活动中心 教育中心 很多人带着 不同的东西来到教堂 要串联 做老鼠会 做生意 做连结 做买卖 因为人多 在哪里找到那么多中国人 对不对 你找老美也很难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非常地警醒 究竟教会圣殿 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耶稣在这里 讲得很清楚 应该是什么 祷告的殿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的教堂 只有礼拜天 或者礼拜六下午 才开门的 平常都是 关上门的 进不去的 但是我提到 天主教有很好的刀统 他们的教堂 常常是开放的 让人就会进去 跪在那边祷告 找神父告解 但是很可惜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 教会圣殿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祷告 让人来这里 可以真的是 亲近神 向神 清新吐一的祷告 所以在这里 耶稣把教会圣殿 最重要的功能 告诉我们 就是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点 所以发现 麦佩克尔领受神的意象 他都推动这个house of prayer 不但是教会 要成为祷告点 他盼望 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成为祷告点 你的家可以开放出来 或者一天中午三个小时 或者晚上两个小时 能够 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教会都是充满祷告 因为神 特别看重的 就是我们的祷告 教会应该是一个祷告点 我们的家庭 也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点 我们的生命 更是圣灵的点 我们更应该 在灵里面 常常会不住的祷告 你就是个祷告点 所以这个祷告的意象 耶稣把它很具体地 表达在教会圣殿 这间一个主要的功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 你就看到教会 其实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造就基督徒 怎么样 懂得如何来到教会 祷告 在家中怎么祷告 所以祷告的造就跟训练 应该每一个教会 对外开祷告学才对 不是单单只是查经 查经 假如祷告是教会圣殿的 主要的内容 那教会就应该 把训练祷告 教导祷告 能够推动更多的祷告会 能够建立更多的带导勇士 能够让弟兄姊妹爱上祷告 这个才是教会教导的一个重点 但很可惜 我们今天分散了很多重点 那个最重要的基础 最重要教会的那个角色 要成为祷告的店 却常常负虑了 所以将来你们要牧养教会的时候 一定要把教会的功能要搞清楚 当然教会 要传福音 也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传福音的工作 做得好 你发现 又是不离祷告的 我们在地上 捆绑的 在天上再能捆绑 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再能释放 没有得胜的祷告 你没有办法就得胜的这个福音工作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教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在祷告的基础 这里发现彼得自己也讲得很清楚 专心以祈祷 传道 一定要以祷告做基础 那当然在这个祷告的基础 祷告的培训 那教会也是一个 因为我们要 每个基础都要成为宜华的军队 所以教会也应该是一个的 好像是一个军事学校 是一个学校 要训练 要教导 弟兄姊妹 各样的属灵的政理 各样的传福音 做小组长 做小牧人 各方面的培训 所以教会不但是一个祷告店 也应该是一个学校 是一个培训中心 那么假如教会没有把这个 educational function建立的话 那么弟兄姊妹 也就是 没有办法 真的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好像信主了十年二十年 他还是老样子 要得知道 信了耶稣 他就开始进入这个幼稚园 然后大班一年级 然后小学中学大学 他的整个灵命的造就 需要不断地去学习 把这个学习的精神 放在他里面 所以不是只是来做做礼拜 来这里吃吃午饭而已 林院长他非常重视 教会 不但是一个祷告店 而且他说 教会是个学校 所以他非常重视 教会的成人主义学 很严格的 要提前注册 然后真的像个学校一样管理 对每一个课程 非常的好的预备 老师很好的师资 就是 你一来到这个教会 你就好像 就是报名进了一个大学一样 把各样教会 未来的课程都跟你解释得清清楚楚 你来我们教会 未来五年 你会得到这些什么的课程 的造就 各样的prevacuation 各方面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不是来教会混的 你来到教会的话 你要有个commitment 开始进入这个教会大学 好好 各样圣经 灵命 侍奉 传福音 各样招就的课程 保证你 在我们这个教会 经过三年之后 你能够得到 得到 得到 谁这东西 所以这些的新朋友 或者居徒 来到林院长的教会 都觉得很有这个challenge 我要好好来 预备自己 要参加这个教会 不但是来敬拜 我还要来学习 开始报名 做成人主义学的学生 然后老师还会interview你 还会探访你 他们的老师就变成 好像今天的小组的模式一样 整个对弟兄子里面的 灵命的牧羊 关怀都是主义学的老师 甚至很多人信耶稣 都是因着参加成人主义学 不同的这些的 认识真理班 认识信仰班 整个的步道的功能 造就的功能 牧羊的功能 透过成人主义学 因为那个时候 四十年前还没有小组的观念 但是林院长用了成人主义学 小班小班的观念 变成当时的小组 所以他对这个老师的 培训很严格 这个老师不但能教导 而且要关怀 牧羊 探访 传福音 都是这个老师在做 所以他们教会 在LA Montreux Park 几十年前 三十几年前 做一两千人 然后他说 他们的祷告会 在礼拜三晚上 你们猜猜多少人 他的常常是一千人 一千人了 祷告会 因为林院长说 你来到教会不祷告 等于说 你没有看到教会的 那个主要的功能 教会就是祷告的店 所以弟兄姊妹 他们可慕参加祷告会 而且在祷告会里面 常常神迹奇事 就彰显在他们当中 林院长常常说 我们教会一年 常常很多大神迹的 癌症得医治 绝对能够起来行走 很多神迹奇事 所以弟兄姊妹 带着羡慕的心 渴慕的心 有问题 就是要来祷告会 这个是最重要的 敬礼神的大能的地方 就是祷告 一千人的祷告 你真的是很惊讶 就是因为林院长 非常重视祷告 所以求生要我们看到 这个圣殿 就是什么 祷告的店 Amen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我们今天 教会什么事工都有 什么都在那边推动 但就是不推动祷告 很大的教会 常常祷告会 只有小数五个六个十个人 我现在听说 好像林院长的祷告会 赶得再大堂 现在人都越来越多 所以祷告的福音 跟教育的福音 是正比的 好 我们实在需要 要跳到另外一个主题了 从耶稣对祷告的教导 来跳到来看耶稣本身的祷告 不但是他在主导文里面 教导祷告 他做了这个主导文的祷告 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礼拜了过去 那现在我们再看看耶稣 别的祷告 看看耶稣是怎么祷告的 好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耶稣这个祷告在十一章 好 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 我们先看这个背景二十节 然后再读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一同来 耶稣在诸城中 寻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 则被他们说 好 我们就跳到下面去 我们读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一同来 那时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让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的人 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 没有人知道父好 这是耶稣的祷告 从耶稣这个祷告里面 你学到一些什么重要的真理 对我们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也常常会经历 耶稣所经历的 就是 努力地传福音 努力地建立教会 结果 有没有果效 可能有一段时间 不会有果效 对不对 耶稣在那边 努力地传福音 人 终不悔改 特别中文翻得很好 终不悔改 好像一直讲 一直讲 人都是不接受 人不悔改 那你发现 耶稣的反应 耶稣的祷告是什么 他能够算告说什么 他说 父啊 是的 这个是的 这个是的表示什么 Amen 这个是的表示什么 耶稣接受 接下来的一个情况 常常我们需要接受 我们的失败 好像没有成果 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跟别人比较 啊 为什么 哇 我跟他是同学毕业 他的教会现在五千人 我的教会才五个人 我们先不要比较 我们就接受我们的环境 是的 你看 然后他参告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 父神的什么 美意 这个美意表示什么 这个美意 为什么是美意 对耶稣有些什么的 特别的好处 美意 在这样的一个的安排里面 因为 主耶稣看到 他未来 要走的十家的道路 有些人 不接受 假如每个人都接受 都来爱戴他的话 说不定他走不上 十家的道路 有时候失败 反而是让我们 真的是学会 怎么走十家的道路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难处 失败当中 实在有神的美意 特别 耶稣 不但在那边 算告有神的美意 有父神的美意 而且他还把 一个背后的原因 来解释这个美意 他特别后面提到什么 他说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 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他在这里解释一件 什么事情 为什么解释人不悔改 解释人不能够 伤心他 他在这里 讲出一个 什么重要的真理 他在这里说明 神 在这个救恩上面的 父神在这个救恩上面的 主权 假如 不是父 他要指示 不是父 要把这些人 交给我 没有人能够 伤心耶稣 所以在约翰福音 讲得很清楚 若不是父吸引人 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每一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都是父 赐给我的 在约翰福音耶稣 在第六章 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 看到这些人的刚硬 他服在 父神的 这个主权 因为一切都在 父神的手中 这些人的刚硬 或者这些人能够伤心 都是在神的手中 假如 不是父要指示 父吸引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我的面前 所以他完全顺服天父的美意 主权跟安排 不是我做多少 我的努力就决定人信主 要看天父的 天父他的主权 他的拣选 他的美意 所以等一下 当我们再读 约翰福音十七章 看到大祭司的祷告 耶稣就把这个真理 就讲得更清楚 所以真的不在乎 定义的 不在乎奔跑的 来在乎发怜悯的神 神要安排谁就安排谁 有怜悯谁就怜悯谁 所以主耶稣 一方面他努力地传福音 但他真的看到 人信或者不信 主权在谁的身上 在天父的身上 他特别地提到 因为李章姐在世上 像聪明通达的人 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假如不是天父 在人的心里面 就吸引感动 显明的工作 没有人能够 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他在后面 就讲得更清楚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没有人会认识耶稣的 只有天父 所以若不是天父吸引人的话 没有人能够来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 所以 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 一方面看到 要我们看到 要我们看到耶稣 他的顺服 他 真的看到 每一件事情 有父神的掌权跟美意 无论你任何的情况 你任何的失败 真的凭信心酸高 说 是的 我接受 不要问神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们 真的求神 给我们这样一个的 真实祷告的心态 是的 父啊 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 特别在这个 事奉 人得救 这件事情上面 耶稣把背后的原因 也在这个祷告里面 教导了我们 如果不是父显明的话 如果不是父 他 他动工的话 没有人 能够认识主耶稣 要我们看到 这个救恩的主权 好 所以 这是 耶稣在 马太福音11章 的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再跳到 耶稣 要上十字架之前 这个 科西马里远的祷告 我们翻到 马太福音26章 这个祷告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我们一同看 马太福音26章 从36节到44节 好 我们就慢慢地读 慢慢地体会 一同来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 科西马里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彼此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走又走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我一同警醒 他走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同我警醒 骗死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里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 说 我父啊 舍费 祝愿你的旨意成全 好 我们停在这边 好 好 与先前一样 好 所以从这个耶稣在科西马里的祷告 我们看到是什么 你感觉到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什么 他的苦跟悲伤 很好 然后读到feeling 极其难过 在西伯来书甚至描写 他是流泪的 祷告 还看到是什么 对门徒的那个 这些 今天就是上个打盾的 该祷告就睡觉的 这些门徒 实在恨铁不成干 但是更重要看到耶稣的 不单是他的难过 他的什么 他的struggle 他的挣扎 这个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 真的 我们今天要走上十日下师奉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胜过我们生命中这个关口更增长 哇 世界其实真的很可爱 特别在湾区 我们当中很多engineer的背景 年薪是十几万以上的 还有很多股票 要世界呢 还是真的回应神的呼召走实际上的道路 常常会增长 当我们要面对我们这个神的呼召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的有这样的挣扎 你都有所要放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梦想 一个很美的家庭 很好的房子 我们都有很多的梦想 但是当你要走这些十日下道路的时候 你都要先放下 不是说神不会给你 神应许彼得说 今生得什么 百倍的会 来世也得永生的 今天真的我们好好侍奉神 神绝对不会让我们 就是可怜兮兮的生活 神是荣耀的 他也会让他的仆人有永美的 但是我们走上街角十日下的道路 回应神的呼召 之前我们都会见过 科西玛丽人的祷告 都会有个很大的挣扎 都会面对这一个苦悲 就像耶稣一次两次三次祷告 若是可以把这个苦悲挪去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效法耶稣这个祷告 当我们真的面对前面的侍奉 面对前面的供祥 常常我们都会有一些挣扎 真的不容易 你要放下 然后接受神给你的一个安排 看到神的美意 所以在这边 最重要就是看到耶稣 如何在极其难过 一次两次三次的增长 结果他得胜了 因为他抓到那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 他一直都说的 看到吗 愿你的旨意成就 不是照着我的意思 来是照着父你的意思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如何能够真的在这样的一个 挣扎当中 我们能够得胜 所以我们也可以回去看看 讲义里面提到 耶稣的横切 三次 不但是横切 而且肯切 肯切他的地步 在路加福音二章 描写到 他的汗如同血点这样的 真的流汗流血流泪的 这样一个祷告 这样一个肯切的祷告 然后祷告这个地步 由天使来帮助他 真的看到 这个征战的祷告 当然也是一个很孤单的祷告 连他所最爱的门徒 都不能陪伴他 一同来祷告 警醒地祷告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 在一些最重要的宽口里面 挣扎当中 常常好像你是很孤单 但是让我们看到 耶稣在科西玛里面 是非常孤单的 要他得胜的一个秘诀 就是完全的顺服 就是愿父神的旨意 能够成全 好 我们都停在这边 休息几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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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